事密演诗集序 欧阳修 往往浮而不出 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视莫见者 欲从而求之不可得 其后得无往有识漫青 漫青为人 阔然有大志 识人不能用其才 漫青亦不趋以求和 无所放其意 则往往从不一野老 憨惜淋漓 颠倒而不厌 予以所谓福而不见者 树姬侠而得之 故常喜从漫青游 欲因已因求天下其事 浮屠密演者 与漫青交最久 亦能一外世俗 以气节自高 二人欢然无所见 漫青饮于酒 密演饮于浮屠 解其男子也 然喜为歌诗以自愚 当其极饮大醉 歌吟笑呼 以示天下之乐 和其壮业 一时贤事皆愿从其游 一时贤其事 十年之间 密演北渡河 东之己运 无所合 困而归 满青已死 密演亦老病 皆父 二人者 于乃见其圣衰 则于亦将老矣 辅漫青诗词清诀 由称密演之作 以为雅见有诗人之意 密演状茂雄结 其胸中浩然 寄习于佛 无所用 读其诗可行于事 而懒不自息 以老 屈其佗 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 满青死 密演漠然无所向 闻东南多山水 其滇涯绝路 江涛汹涌 甚可壮也 遂欲网游烟 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于其将行 未续其诗 因道及圣时 以悲其衰